蒙古期盼已久的新城吉思函国际机场 终于在星期天正式的投入营运了 这座新机场是在日本政府的协助下建成的 整个项目耗资650亿日元 大约相等于24亿令吉 预计每年可接待多达200万名乘客 新城吉思函国际机场星期天举行了首航启动仪式 第一个飞行任务就是开往日本东京 新机场距离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市中心大约50公里 航下的建筑占地超过3万平方米 机场的跑道达16万2000平方米 可容纳更大规格的飞机起降 当地政府希望随着新机场的落成 能够增加飞往乌兰巴托的航班量 进而带动旅游业还有贸易发展